好的,这里是罗王,那么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放一期这个饲养石矿了 我们来放一期饲养石矿吧 就是定位之前很多人都想看这个小兰花螳螂啊 然后它现在也退了一层皮,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先说看看它的皮 就是它退的皮原本是挂在上面的 然后可能是前几天我的喂食的时候它就脱落下来了 我原本按理来说是要收藏兰花螳螂的皮的,但是 我懒,所以我不收,掠掠掠 然后接下来这是现在的兰花螳螂 你在往哪看呢 来 看镜头好不好 看看兰花螳螂的补食吧 来给它喂一只果蝇 好的,那我会直接投下去的时候它就吃到了 那我们待会再看一只吧 就调整一下光线 嗯,调整一下光线而已 你别管我,吃你的,等会我还要给你一只 这果蝇不会自己跑到你嘴里来的OK 你去找食物去,看到没有 它要往外面跑啦 加油,加油,过去 它往外面飞啦 过去过去 过去过去 诶,诶 可以可以,可以 你呀 试着动一动腿OK 现在我没有给你放一个真的兰花在这里 不会有苍蝇 真的跑到你这个,那个假花心上面去 你要自己动动腿知道吧 后面又有一只 这么不屑吗 好吧 好吧 你呀 要有一点前瞻性 吃东西的时候 想到多抓一只 算了 我不跟你讲什么破道理 现在才40,所以才比较小 呃,成体以后的话可以达到尽量 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我希望能达到七厘米 这是一只姑娘 所以 姑娘的话是可以达到七厘米的 兰花螳螂也是这样的 雌雄差异很大 灰尘的视频里头已经科普过了 所以说 嗯 这只姑娘的话是可以达到 七厘米的 但是一只公螳螂的话就不行 那只果蝇已经从那边走过去多少趟了 天呐 这只姑娘的话 人家都是 要你去吃她吧 我心疼她 我没有来了一只 看好 来了一只 哎哎哎 对 嗯 快点吃 快点吃完 吃完我好把盒子盖上 在外面冷 吃完了吧 嗯 擦擦手 擦擦手 不要抖 别抖啊 擦手就擦手 不要抖不要抖不要抖 不要抖 讨厌 好吧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样了 那小兰花给大家 掰个掰 再见 会说再见吗 不会说 来再见一个 再见 这不叫再见 再见 这不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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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算了 哈哈哈哈 不玩她了 好的那 这里是罗王 感谢大家收看这些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蓝花堂堂的话 别忘了 投一个硬币 然后最好再点一个推荐 那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小家伙 好的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些视频 谢谢大家